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 枝子花干肩 夏天大部分是温度太干造成的 如果将枝子花养在室内的 最好每天早晚给它的叶片和花盆周围喷喷水 保证足够的空气湿度 第二 平常浇水的时候可以垫起花盆 感觉冥想变轻了在浇 或者是发现盆土变干了在浇 一旦积水造成烂根也容易造成干肩 第三 夏天喝剩的啤酒 可以敞开盖子晾2-3天 然后兑水20倍 直接给枝子花喷洒叶片 啤酒中含有的养分可以为枝子花补充营养 从而让它的叶片越来越绿 也不会黄叶干肩 不知道各位花友们学会了吗 喜欢的话请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